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你的结构就问题都会出现一系列的临床表现 这个临床表现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畸形 一个就是傻 所以在这个章节里面 很多孩子多多少少都会伴有一些畸形啊 或者是一些傻的情况 那么这个孩子也会出现比较多的自然流产的情况 那么我们说染色体积变在活产先生儿的发生率 大概是一千个孩子有五个 或一百个孩子有一个 千分之五到百分之一 一定从来讲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染色体病呢 我们就说了它包括了树目的改变和结构的改变 那么树目上有增加有缺失 在结构上有缺失有异味 有到位还有还染色体和微缺失微重复 那么它也会出现常染色体疾病和性染色体疾病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所谓常染色体疾病 它是指什么呢 它是因为常染色体的数目或者是结构的异常引起的 它是占到我们染色体疾病的三分之二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 你像咱要考的三体综合征 单体综合征 部分三体综合征 线和体都属于常染色体疾病 那么它往往会有比较严重 或者比较明显的先天的多发的畸形 还会出现智力和生长发育的落后 还会伴有特殊的皮纹 那么这也就咱经常说的三连征 畸形 傻 特殊皮纹 你像二一三体综合征 就这样的表现 最常见的就咱的二一三体综合征 或者是十八三体综合征 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常染色体疾病 那么还有一些呢叫性染色体疾病 性染色体疾病往往和X染色体或Y染色体有关 在这两个染色体上出现了树木或者结构的异常而引起的 它大概占到染色体疾病的分之一 在心肠儿里面大概500个孩子会出现一个 这个疾病一般来讲男性发病率400个里面有一个 女娃的发病率650里面大概有一个 也就是说男娃的发病率高一点 那么它的表形和性染这体有关 我们就说了 除了Qner综合征以及个别化儿以外 一般来讲 在婴儿期是没有明显表现的 要到青春期才会由于第二性症发育障碍才会来就诊 所以在这里边Qner综合征是咱考核的要点 除此以外呢还会有些微染色体的缺失 或者是微染色体的重复 有这样的一些综合征 那么它往往是剪肌的缺失或者重复引起的 那么它的症状就和受到影响的基因息息相关 有它特定的临床表现 那么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些单基因的疾病 单基因的疾病往往是单个基因突变导致的 那么我们最常见的有长染色体显性遗传 长染色体隐性遗传 X的连锁显性遗传 X的连锁隐性遗传 以及Y的连锁遗传 那么咱首先来看一下长染色体 长染色体基因 长染色体显性遗传 在这个疾病里面 它的致病基因一定是在长染色体上 它的清代只要有一个显性致病基因传递给子代 子代就会出现表现 啥意思就是说 这个妈妈只要能把一个显性基因给挖 这个挖就能表现出来非常显著的临床症和症 像什么呢 节节性的樱花症 或者像咱那一个亨氏一个舞蹈症或者多指症都随点形的长染色体显性遗传 他讲什么 说父母如果是一方有病 那么这个乖乖有一半的几率都有病 如果爹妈都有病 那基本上四分之三的乖乖都会发病 而且这个发病不挑男女 男娃女娃平等对待 干这个事情 显性遗传就是说只要有一点机会我就得传播给你 只要传播给你哪怕很小的一点你都得给我明显的表现出来为之显性遗传 那啥叫隐性遗传呢 隐性遗传也是在常染合体上 它是一对隐性的基因 那么你只携带一个致病突变的基因 那么这种人是不发病的 不发病怎么办呢 携带 携带了这个基因 只有携带了存合致病变异 或者是符合杂合致病变异 才会导致致病 那么它的遗传性和我们的显性来比就要小得多 如果爹妈都是携带的 患者是存合或者是符合杂合的话 同胞中四分之一发病 四分之一正常 剩下一半怎么办呢 往往是和爸妈一样 也是携带病毒 叫我带着 我不发病 但是我有机会传染给我的心肝哟 所以就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其实这种情况更要命 因为你也不知道到底哪一带会中招 那么我们最常考的就是奔病同胶症 奔病同胶症是一个典型的常染色体的隐性遗传 那么这两个都是不分男女的 男女平等对待 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X连锁的遗传 X连锁 那么它的致病基因一定是在X染色体上 你就来看 它的显性遗传还是隐性遗传 如果它的显性遗传的话 它的遗传特点是 在男性化人后代当中 女娃都是化人 男性正常 如果是女性化人 它的后代的话 那么50%就是化人 我们最常见的疾病是抗维生素D的 沟漏病 那么这是显性遗传 隐性遗传是什么呢 隐性遗传是它仍然在X染色体上 它是隐性遗传基因 如果这是一个男性的化人 和一个正常的女性混配 那么它的子女当中 男性往往正常 为啥呢 你看男性 他会给你一个男性化人 外衣染色体 妈妈只给一个小X 而这个X还是个隐性遗传 所以一般来讲 男性是正常的 但是女性 得了两个X 妈妈就给了一个X 她有可能就是一个携带者 那么如果要是说 这是一个女性携带者 和正常的男性出现婚配 那这个时候你看 男性给的Y是正常的 妈妈给的X是异常的 那好了 男孩就有50%是化人 女孩子50%是携带者 继续携带的这个基因 我们考的最多是谁呢 血友病 血友病在家族遗传上 一般来讲就是女性传递 男性发病 那么外衣连锁遗传 外衣连锁子和男性有关 只有男士才能有外衣染色体 所以她的特点叫做 父传子子传孙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 性别决定基因突变 所致的性反转 所以这是我们那个单基因的一病 这样能有个印象 那么在临床表现上 我们就说了 染色体病按照 即便累积染色体的不同 是分为常染色体和性染色体 常染色体疾病一般来讲 往往会出现 智力低下 生长发育迟缓 还会出现皮肤纹理的改变 多发的畸形 而性染色体即便呢 它我们和X或Y染色体的树木 或结构异常有关 它会出现性发育不全 或出现两性畸形 有的患者呢 会出现生殖力的下降 即发性的必经 还会出现智力落后 傻 那么在我们诊断上 我们考核最多就是染色体的核心分析 我们只需要大家搞定这个就行了 那么现在呢 还会有荧光原味的杂交技术 这些都是可以进行诊断的 那么遗传代谢性疾病 遗传代谢性疾病 往往是和我们体内的一些霉 或者是膜 或者是受体 这种生物活性物质的遗传缺陷息相关 它往往是单基因遗传性疾病 大概80%以上 都是肠染色体 隐性遗传 就是携带 但是往往不治病 那么在临床表现上呢 原长来讲 这个孩子发病越早 病情越重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新生儿期的表现 在新生儿期原长来讲 新生儿期就发病了 这个孩子症状都比较重 临床表现呢 往往是一些非特性的表现 往往容易误诊 比如说最先出现的常见症状 是神经系统症状 这个孩子呢 会出现吸损和喂养的困难 会出现呼吸的异常或者暂停 会出现振发性的积张力的增高 或者是出现躯体积张力的改变 新生儿有的时候还会出现惊觉 但这些都没有明显的特异性 还会有消化系统的症状 心血管的症状 代谢的紊乱等等 有系列的情况 那么除了新生儿期以外 它还可能会出现反复发作的 遗传代谢性疾病的疾性症状 一般来说我们讲 三分之一的遗传代谢性疾病化 它有一个无症状期 或者说一直到青春期 或者成人期才发病 或者说受到了外界刺激而发病 最常见的刺激往往是感染 有的时候饥饿 摄食了大量蛋白质的食物 或者宝儿在小的时候打疫苗 这些都有可能导致发病的诱因 一般来讲宝儿在两次的发作 间期是完全正常的 那么这些往往是一些急性的症状 还有一些慢性渐进型的表现 比如在消化系统上 它有可能会出现食欲不坚 胃养困难腹泻 神经系统上会出现发育 持缓经厥 那么在肌肉症状上 可能会出现肌力和激张力的低下 会出现多种的这样的情况 那么咱在诊断上 我们强调 由减而凡 由粗塞到精确 按照一定的步骤 一步一步的来进行 那么我们在治疗和我们的预防上 重点要来强调哪些 强调 我们的治疗目标 是要来纠正代谢缺陷和它引发的病理生理改变 我们可以使用饮食控制 可以使用药物干预 也可以使用其他代谢调控多种方法来进行治疗 我们的原则是第一 咱得控制毒性代谢产物的蓄积而导致孩子的多种病理生理的表现 我们要能够用尽一切办法去替代中末的代谢产物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辅助因子的替代治疗 我们也可以使用基因的转移治疗 那么在预防上怎么办 原则上来讲我们这种疾病是和近亲婚配有关 所以一定要避免近亲结婚 如果是严重的险性遗传的患者 再要给他进行结育或者是绝育 高危妊娠强调的是产前的诊断 如果是阳性的 尽量就让这个乖乖 换一种方法 健康的来到爸爸妈妈的身边 否则像这样的孩子对于整个家庭的负累 是非常的严重 包括精神上 也包括我们正常的生活上 同时呢 我们强调要开展广泛的遗传代谢病的新生而猜查 早发现 早干预 早治疗 那么如何来进行新生而猜查 是我们第二节的内容 我们猜查的对象 是每一个活产的婴儿 都是我们猜查的对象 这个是强调个字 叫君 君是我们猜查的对象 我们主要猜查呢 猜俩 在北方 一个是猜甲减 一个是猜本领童调症 在南方呢 还会猜一猜肌六PB 会猜一猜葡萄糖 六磷酸脱青酶的缺陷 那么这些病 是我们猜查的主要疾病 甲低 是耳科比较常见的遗传对分泌疾病之一 那么这个孩子在新生而期 就会出现胃养困难 但是最重要的是生理性黄胆的疑变长 反而还会出现标志性的体征 叫做腹胀便秘有其善 那么六个月以后就会出现生长发育的落后 智力的低下 特殊的面容 这个宝宝往往会出现皮肤的粗糙 还会出现头大 颈短 粘液水肿 会出现这样的表现 我们往往的新儿猜查 查TFH 就可以早期诊断 早期发现 一般来讲 身后一到两个月内 我们可以给他治疗的话 神经系统就能不受损害 但是这个病呢 一经发现终身服药 一旦停药 前功经济 本病同尿症呢 我们又把它叫做三个字 低白鼠 啥意思呢 智力低下 然后呢 它的皮肤会变白 在变白上 往往就会跟我们讲 叫做拱膜变白 毛发变黄 鼠 是从它的汗液尿液当中 会出现一种特殊的鼠尿臭味 这个孩子一般来讲 出生以后三到六个月 就会出现临床表现 所以早期发现的话 一个月内治疗 智力发育可以贴近正常 这个孩子呢 咱们把它叫做 不舍人间烟火的仙子 这个小宝贝 原则能是要服用 低本病 胺酸饮食 要正常服用到青春期 青春期以后 如果怀孕了的话 还要恢复饮食的控制 G6PD呢 是一个遗传性的溶血性疾病 它和蝉痘的出现有关 很多患儿会在进食蝉痘以后 出现一系列的临床表现 我们之前就说过了 和蝉痘的新旧没关 和蝉痘的多少没关 和直接间接没关 只要接触 就发病 难方多见 除此以外呢 还会有限定性肾上腺脂 增生症 这个病呢 它也是一个霉的限定性缺陷 我们后面还会慢慢的来说 它往往的会导致我们的一个 男性的甲性性造熟 女性的 或者说是男性会出现女性化 会出现甲两性畸形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是我们主要的要点 在耐心的赛查里边 我们强调一点 就是说 咱的第一步 是收集血标本 或者是尿标本 如果赛查结果敢于 它是有阳性 或者可疑阳性的话 咱要进行复诊和确诊的检查 一般来讲 排血时间 是出生后至少72个小时 充分的哺乳 最迟是出生后的一个月 我们的方法呢 包括细菌抑制法 像是奔命同尿症 新生儿就是细菌抑制法 有的呢 也会用放射免疫分析法 或者说是每免疫分析法 多种方式都可以使用 那么呢 咱来看个题 这里说 新生儿塞查的目的 除了什么 新生儿塞查 我们可以避免损害 可以进行群体塞查 可以早期诊断 可以早期治疗 但是谁也不能确保 治愈最早的答案 是B选项 你答对了吗 好了 同学们 那么概述和塞查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二一三体综合征 二一三体综合征 又叫做先天鱼形 它呢 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常染色体疾病 是一种 常染色体疾变 常染色体疾变 它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说 人一共是有二十三对染色体 每一对是有两个 那么呢 它是在进行减数分裂 一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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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进行减数分裂 它的原因就有可能是 清代之一的生殖细胞 在减数分裂形成配子的时候 没有能够正常的分离 也就是说 受精管在有四分裂的时候 第二十一号染色体 没有进行分离 所以它的胚胎体细胞内 存在了一条额外的 二十一号染色体 正常的是俩 你看二十一号染色体 一共有几个呀 一二三三个 所以咱们叫做 二一三体综合征 就是在二十一号染色体上 一共是有三个 一共是有三个 这个疾病呀 往往和母亲有关 母亲的妊娠年龄越大 大概超过三十五岁 那么呢 发病的可能性就越高 除此以外 也和妊娠的时候 使用了某些药物 或者是放射线的照射 也可能和这些医素息息相关 但是啊 我们就说了 这有的时候 也是个比较伤感的疾病 有些妈妈年龄比较大 早期的时候忙工作 孩子没有留下来 三十五岁以后了 工作稳定了 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拥有一个小心肝了 几次怀孕 怀想都不好 好不容易这个怪怪 一路怀到几个月 你告诉他 不好意思 检查查结果是高风险 有可能是二一三体综合症 先天于心 这个妈就会拼着命的 上网找各种各样的资料 找找找找找找 找网就会发现 哎 网上有个人说了 他家乖乖 当年也是一个高风险 生下来孩子 好的呢 就这一句话 就像一束火一样的 在妈妈心里燃起了 凶凶的希望之火 妈就会觉得 我的心肝 也会是这个孩子 但是十万个里面 都不见得能有一个幸运儿 这个孩子往往在生下来过以后 从新生而起就能看出来 很明显的面部体正 一生都杀 可能穷其一生 这个小宝贝 都不会叫一声爸爸 或者是妈妈 甚至这一生都需要有人来进行照顾 所以呢 我们就说了 这种情况后期对于整个孕母的损伤 不叫孕母了 对整个家庭的损伤 更要命 所以在这个疾病里面呢 我们往往强调的是早期的塞塔 在早期塞塔里面 一旦发现 我们园长是建议淫产 让这个小心肝 换一种方法 用一种更健康的模式 再重新回到妈妈的身边 来来看这个题 二一三体综合征 它就是一个常染色体 畸变 常染色体 畸变 没有问题吧 那么这个孩子呢 在新生儿期就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特征 他的主要临床表现 往往和他的一个特殊面容息息相关 我们说了 自理低下程度不一 随着年龄增长 这种傻会逐渐明显 大多数都是中重度 也就是说自理能力都受限 特殊面容来看望 欣欣欣看 叫做眼裂小 咪咪的吧 眼巨宽 往外拉一拉 眼上瓷 是不是这种样的 所以它是一种很特殊的面容 在新生儿期就能够被发现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考试就问了说 出生的时候就可能怀疑为是二一三体综合征 它的特征性表现是什么 是这个特殊的面容 眼巨宽 眼裂小 眼外瓷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出现外耳很小 硬饿在笑 舌头就会留在舌外边 呃 让哗啦哗啦哗啦往外偷勾水 所以一出生就能看出来 就是个傻孩子 而且这个孩子呢 体格发育往往还比较迟缓 体格发育迟缓 身材也会比较矮小 头尾往往会小于正常 一般人来讲 出生的时候头尾是三十四 一岁的时候是十六 这个板头尾会小于正常 骨铃也会落后 出牙延迟或者出牙错位 四肢短 小指向内弯曲 所以咱有的几句话叫做 眼裂小眼巨宽 眼外瓷 指内弯 还有一点叫什么 肤细腻 我们经常说 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 帮我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但是上帝给二十三体综合征的孩子 打开这扇窗实在是太小了 他唯一的一个优点 就是皮肤的细腻 皮肤的细腻 那么初次一般他会有通灌手 通灌手 就是整个的一个横向的指纹 但我们讲呢 二十三体综合征的孩子 一般会有通灌手 但是有通灌手的不一定是二十三体综合征的孩子 那么百分之三十的孩子还会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往往是防氏格的缺损 还会有些消化道的畸形 还会有些多指的畸形 还会出现免疫功能的低下 这个孩子能容易罹患多种感染 白血病的发病率相对也比较高 大家看一个特点 这里说 二十三体综合征的特点不包括什么 二十三体综合征 眼睛小 眼距宽 扣流弦 有弦心 而且傻 但是皮肤细腻 所以这一选项不对 没问题吧 那么当我们在进行诊断和鉴别诊断的时候 往往根据他的特殊面容 根据他的皮肤特点根据智力力下就可以进行判别 那么当根据核形可以把它分为标准形和异卫形 标准形和异卫形的染色体核形是咱们靠底 我们说正常人二十三对染色体 二十三对是不是就四十六个 有同学告诉我 说亲 我四十八个 我说兄弟 你是从哪个星球来的 到地球上究竟有什么样的目的 对不对 那么正常人是四十六个 你是三体 多了一个 四十六加一 不就是四十七吗 所以他的核形是四十七 XX或者XY加二十一 翻译成白话文叫做 这个孩子一共有四十七个染色体 不管你是女孩还是男孩 问题都出在二十一号染色体上 最新是最常见的 大概占到95% 他往往是清代的生殖细胞染色体在减数分裂的时候没有正常分离而导致的 一般来讲他们的外周血淋巴细胞核形是正常的 那么这是标准型多一个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异味型 异味型也叫罗布逊异味 他往往是发生在近端着丝力染色体的一种相互异味 额外的二十一号染色体长臂意味到另一端的染色体上面 那么啥意思你看 有长链有短链 把它进行没切过以后 长的这一端接到短的 短的这一端接到长的上 总数仍然是46个保持不变 但是它会出现了结构的错位 那么最常见的是DGE为D组 一般是14号染色体为组 核形呢是46XXXY-14 不好意思 这里打出一个字 -14加上T14Q21Q 少数一般 少数是什么呢 少数是15号染色体 少数是15号染色体 咱在考核的时候说你怎么记 你看啊 你做题的时候 一般来讲你这个D是14 你要真记不住 英文字母咱都会的 对吧 A B C D D是不是正好是第四个 你拿D来找4 原则上问题就不大了 没有太大的问题 还有一种呢是GG一位 G组是两个21号染色体出现了一位 所以呢 它的核形是46 总数人46 不管你是女孩还是男孩 问题出现在21号染色体上 是21号染色体和21号染色体之间出现了一位 也有可能是意味道22号染色体上 那它就是21号染色体和22号染色体上出现了一条 问题可能出现在22号染色体上 那么除此以外呢 还有人要欠合体 欠合体 有印象就可以了 考试一般来讲标准型和意味型是我们的考点 来咱看个题 这里说的DG一位型最常见的 见D选4 没问题吗 DG一位见D选4 B选项 那么呢 有的时候还有考考再发风险 原则上来讲 标准型213体综合症的再发风险是1% 妈妈年龄越大 风险越高 如果这个母亲是2121一位的话 叫GG一位的话 那么他下一代的风险就是100% 如果要是母亲是DG一位的话 建议给他绝育 不能让他胜 再胜也是啥子 那么如果要是DG一位的话 要看爸爸和妈妈 如果是母亲的话 每一台都是10 如果是爸爸的话 风险是4 我说你怎么来讲 一般来讲我们都说了 213体综合症的和近亲结婚有关 在中国几千年来表哥娶表妹 中国人为什么都没有傻觉呢 他往往有可能就和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再发风险有关 往往来讲 即使不小心生了一个傻子 但是以前傻子都能娶到媳妇 那么媳妇的正常的 再生一个傻子的几率只有1% 你再生个傻子 你这组合帽子就都黑烟了吧 也就不知道做了傻孽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这个傻子生了一个正常的孩子 这个正常的孩子 甚至是把两辈子的聪明劲 都能补偿到这一个娃娃身上 曾经有个最经典的故事讲苏东坡的 苏东坡娶的就是他的表妹王福吗 所以呢 他们就很不幸生了一个傻儿 苏东坡也喜欢喝酒 喝酒对孩子的治理也会产生影响 但是这个傻儿子呢 娶了一个正常的媳妇 生了一个小孙子 特别的聪明 苏东坡就亲自叫他学习 但是小孙子淘气呀 不好好学习 有一天呢 背不出来书 苏东坡就发他在学历里跪的 被输去 过一会儿他傻儿子过来了 一看自己儿子在那跪的呢 傻儿子也去那跪的 苏东坡就问了 说我罚你儿子 你在那跪的干什么 他人就说了 你罚我儿子 我罚你儿子 所以你看了 啥吗 所以在这里面你看了 他家小孙子聪明 所以再罚风险 是有百分之一 我有的时候呢 做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 是这么说的 你看翻体 你就把这个翻体形象的理解为 这个孩子多长了一个 或者多长了一个腿 他的总数不是四肢 而是五个 多长一个 和多长一个腿 但是实在不行 给他拒了吧 心狠的给他砍了 这孩子正常生活 还是旧活的 所以呢 我们认为他最发 再发风险 最低 百分之一 那底下低级一位 就不一样了 一位型 就不一样 这是标准型 别的一位型 一位型的有低级一位 有鸡级一位 你把地和鸡 想象成了一个胳膊 或一个腿 你想想啊 啥叫鸡级一位 如果这个孩子有鸡级一位 你可以理解为 这个孩子生出来 你看四个都是胳膊 或四个都是腿 是不是最要命呢 所以这种最要命的 再发风险是最高的 是百分之百 而低级一位 就要看爸和妈了 我们经常说 爹傻傻一个 娘怂怂怂我 很多同志在结婚的时候 往往会选择一个 比较漂亮的姑娘 赏心悦目 爱美自信人都有 咱都可以理解 但是实际上啊 听到你知道吗 漂亮媳妇 儿子仍然水泥 为什么呢 你看 在中国古代的时候 又没有亲子鉴定技术 那个时候 父亲社会 主要是父亲给提供 更好的生活资源 哪一个孩子 更容易得到 更优质的资源 往往爸爸会觉得 嗯 是我的亲生的 像我 因为啥 妈一定是亲妈 爹可不一定 那爹判断 这孩子是自己的 最大变化不就是像我吗 所以像父亲的孩子 可以得到更好的生存资源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代一代遗传下来 孩子尤其是刚出生的时候 更容易像爸爸 所以一般来讲 孩子啊 长相像爸爸的居多 但是 妈总得捞一样吧 什么随妈呢 往往自伤随妈 自伤会随妈 所以我们经常说了 娶媳妇得娶一个聪明的 关键时候 十大体能够看大局的 如果一个女人拎不清 一个霍霍的祖母 是能毁三代的 先把你霍霍了 再把儿子交参 然后再跟孙子那边争宠 再再再溺爱孙子 完蛋 三代人都没职了 所以我们就说了 娶媳妇别光看脸 你得看智商 娶个聪明的媳妇 才能保证万事涌畅 所以咱说了 爹怂怂一个 选4% 娘傻 傻一窝 选10% 没问题吧 这个是我们的考点 来咱看个题 你看 母亲的核心 21Q 21Q 这是一个标准的 积极意味 积极意味 下一代风险 100% 毫无疑问 对吧 那么咱在鉴别的时候 我们要和假简进行鉴别 假简往往会出现 腹脏便秘有其善 会出现生理期的黄胆降低 会出现皮肤的粗糙 它没有213体综合征的特殊的表现 迄今为止 213体综合征 没有有效治疗方法 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 预防感染 加强教育和训练 让他尽可能的能够自理 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 如果有畸形的话 可以手术纠正 而这样的孩子 对于整个家庭的负累 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一定强调 产前诊断 如果是确诊病例 建议乖乖 请你换一种方法 用更健康的身体 来到妈妈们的身边 对不对 那么咱来看一个答题 这里说这个孩子 傻 然后眼距宽 眼外斜 先天于行 擦什么 染色体 核心 分析 对吧 好了同学们 那到这里 213体综合征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 我们呢 接着往下看 叫Tunner综合征 Tunner综合征 又叫先天性的卵巢发育 不全综合征 它是最常见的性染色体疾病 也是人类唯一能生存的染色体单体综合征 啥叫单体 少一个 所以这个孩子的X单体型 它的总数是45 总数是45 它的主要的影响是卵巢 患者的卵巢组织会被调锁状的纤维素取代 所以它会缺乏女性的激素 会出现第二性的不发育和原发性的逼近 那么它的原因可能是在减速分裂的时候 卵子或精子的性染色体不分离而导致的 它的核形复杂多样 但是我们现在最常见的 最多见的是X单体型 X单体型 这个疾病呢 是在1938年的时候被Tunner医师首次报告 所以咱们叫做Tunner综合征 它是唯一能生存的单体综合征 你看 这个 往下 分裂分裂分裂 有一条的时候呢 是在减速分裂的时候不分离 或者是在有次分裂当中 X的染色体丢失 都有可能会出现 单体的出现 单体的出现 那么它的临床表现和遗传物的就是量的不同息息相关 也就是说Tunner综合征 它的核心和表情之间是存在比较强的依赖性的 那么呢 它有些特殊性的表体征 比如说 它会出现颜面部皮肤的色素质 它会出现脖子比较短 紧短 会出现后发际线比较低 会出现肘的外翻 会出现肘 叫做颈谱 啥叫颈谱呢 一般来讲 它往往是一种适量的状态啊 它是我们整个在发育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后颈部皮肤松弛 松弛以后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折痕 就像一个小谱一样的 所以叫做颈谱 所以这个颈谱 也是Tunner综合征 比较具有标志性的体征 除此以外呢 它还会出现顿爪胸 还会出现乳聚增宽 乳头内线 这些体征 在考试的时候 哪些容易被我们在考题里面获得 包括了 颈谱 皮肤色素质 乳聚增宽 乳头内线 后发际低 这几个点是在考题里面容易获得的 那么这个孩子呢 一般来讲 生长发育是比较落后的 他在出生的时候 生长和体重也是明显落后 那么在小孩子的阶段 在出生的时候 哪一个我们能够发现呢 咱往往能够看到的是 他的一个手背或者足背 会出现明显的浮腫 会出现后颈部的皮肤松弛 形成的筋谱 而且这个孩子出生以后 身高一直是 生长缓慢 到成人期都属于比较矮小的状态 他的生长发育 出生就落后 出生以后 他的身高大概是在正常身高的 第三个百分位以下 古龄也是落后的 特殊的躯体体征 包括了后发肌第一 包括了颈谱 包括了颈 乳头 肩距 增宽 这都是我们主要的考点 而性发育不良 是他有一个特征性的表现 这个患儿往往是一些女性的表现 但是缺乏第二性征 在青春期 或者他没有女性性征的发育 或者说是发育不良 他的阴毛和夜毛往往比较少 子宫发育不好 也就说他出现了条索状的性腺 这种性腺里面有机制 没有滤泡 充满了接地组织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分泌雌激素 所以他就会出现乳腺的不发育 会出现原发性的臂筋 他会有其他的畸形 在畸形里面 我们考的最多的是心脏的畸形 我们考核最多的集中主动脉的狭窄 那么主动脉狭窄在那检查的时候怎么办 但往往要做的是心脏的采操 心脏的采操 大部分孩子智力倒是正常的 一小部分也会有智力的缺陷 咱在做题的时候呢 他的磁三醇的水平比较低 他的卵巢出现了障碍 所以垂体就会分泌大量的卵泡刺激素 黄体生肠素 醋醋醋醋醋醋 但是卵巢没有办法接收 所以就会出现 垂体分泌的激素增加 而卵巢分泌的激素降低 听了综合征 九岁以前 最常见的临床表现叫什么呢 九岁以前 小孩子 他往往和第二性征无关 他出现的是身材的矮小 古龄的落后 那么TUNA综合征 他往往因为生长缓慢 青春期没有特征性的发育 原发性递经来进行就证 但往往要和生长激素缺乏症 来进行鉴别 那么他的治疗 原则上来说 我们在进行治疗的时候 我们强调 想改善他的最终身高和性发育 来保证他的心理健康 咱往往使用的一个是人的生长激素 一个是性激素的替代治疗 让你长高 给生长激素 让你保证你的这样的一种女性性征 咱往给的是性激素的替代治疗 那么这个疾病如果产前检查的时候怎么办呢 咱一般来讲产前检查往往是抽羊水来进行染色体的检查 抽羊水查染色体 那么我们来看个题 先天性卵巢发育不良 综合症治疗两个药 人生长激素和什么激素 磁激素 确诊后用生长激素 这样的乖乖正常的长高 到12岁以上进入青春期 可以给他家用磁激素 而不是凶激素 而且也不是立即用磁激素 反而小的时候你用磁激素毛用 来咱看个题 这个孩子15岁 身高130 双乳的少了个点叫B1期 B1期代表双乳没有发育 然后呢 选LH FSH水平增高 垂体没问题 垂体没问题 乳房没有发育 那往往就和卵巢功能有关 但首先考虑它是不是有Tuner综合症 而且15岁身高仍然很矮 生长发育落后 我们考虑的是Tuner综合症 那么同学们 Tuner综合症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那么呢 我们接下来看一个叫做 先天性搞完发育不全综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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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由于生殖细胞在减速分裂的时候 卵子形成的性染色体不分离 或者是形成精子的时候呢 XY不分离导致的 大多数染色体是47 少的呢 是嵌合形的46 偶尔也能见到48 像这种情况 所以这一块也跟从火星来的差不多 那么呢 你看了 既然是搞完发育不全综合症 它的表性就是男性 搞完发育不全 这个人就一定会出现不育 一般来讲 除了不育以外 往往没有显著的畸形 在年幼的儿童呢 里面很少诊断这种综合症 因为我们只能在观察到 非特异性的外生殖器畸形的时候 才去检查诊断这个疾病 它有的时候会出现搞完的萎缩 会出现尿道的下裂 会出现阴静和阴郎的发育不全 有的时候才去做 但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就会出现性的发育不了 青春期的时候 生殖器总会出现发育 那这个时候它又会出现 搞完也小 阴静也短 而且阴郎的大小和色折是正常的 但是这个化儿没有精子产生 所以这个患者是不育的 那么由于它的雄激素不够 它的就会出现女性化的表现 可能会出现体格的细长 会出现皮下脂肪的丰满 会出现第二性的发育比较差 有的呢可能会出现乳腺的发育 皮肤的细嫩 没有胡须 那么这个时候啊 在青春期比较敏感的时期 再有一些比较淘气的同学嘲笑它的话 患者就会出现性格的骨僻 神经质胆小 或者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过于仿佛 一部分患者智力是低下的 但是大多数患者智力是正常的 它的促性线结束水平比较高 那么血浆的搞同水平是比较低 也就是说垂体没问题 是它的一个搞完出现了问题 那么呢咱在诊断的时候呢 往往就说了青春期前 往往不充分 那往往是在青春期前的时候呢 青春期以后咱会看一看它的生长发育了吃坏 来判断这个疾病 它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自力落后 行为异常 我们进行染色体核心深吸 是可以来协助诊断的 那么它是缺乏雄激素 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给予雄激素治疗 在11到12岁进入青春期以后 给雄激素治疗促进第二性能的发育 也可以使用长效的搞同字剂肌内注射 从11岁开始周期性的注射 到成年的时候 每次在逐渐增加剂量 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 我们要注意监测它的一个高通的水平 激素替代治疗 那么呢我们接着来看一下糖原累积症 糖原累积病 它是先天性的糖代谢霉缺陷 导致的糖原代谢障碍的疾病 那么这个疾病呢 临床表现轻重不一 大多数起病比较隐秘 因而轻重最重要的表现是肝大 除了肝大以外 其他都不典型 轻症的疾病 往往是因为什么来纠正呢 妈妈会发现这个宝儿呀 生长比较缓慢 会出现腹部蓬龙 像小青蛙一样 这样抱过来纠正 那么除了肝大以外 它的功能也会受到损伤 一般正常人血糖过低的时候 那么一高血糖分泌也会增高 那么就会促进糖原分解 就会促进葡萄糖的糖义生 那么他这时候糖义生就会生成葡萄糖 来使血糖保持稳定 但是这个保不行 这个保 葡萄糖六磷酸酶系统缺陷 那么六磷酸酶 葡萄糖就不能够进一步的分解成为葡萄糖 所以他这个时候由低血糖自己分泌的移高血糖素 不仅不能提高血糖能度 不仅肝脏增大功能也会受到损伤 我们讲正常人在血糖过低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他会出现移高血糖素的分泌会随之升高 正常人血糖过低 移高血糖素分泌会随之会增高的增高 要促进糖原分解和糖一升的过程 那这一系列都是要让葡萄糖生成来保持血糖稳定 而这个孩子是哪里出现问题 是葡萄糖六磷酸酶系统的缺陷 而这个时候六磷酸葡萄糖不能够进一步随解成葡萄糖 那低血糖分泌的移高血糖素 不仅不能增高血糖浓度 反而还会使大量糖原分解所产生的部分六磷酸葡萄糖 进入到了糖酵解的途径 糖酵解的途径最终会导致糖一升的产生 同时六磷酸葡萄糖会出现累积 大部分的一磷酸葡萄糖又重新再合成糖原 而低血糖呢又不断的导致组织的蛋白分解 像肝脏输送源源不断的糖一升的原料 那这些代谢都导致了肝糖原合成的加速 加速了肝糖原的合成 这种糖代谢的异常还会引起脂肪代谢的紊乱 这种脂肪代谢的紊乱除此以外 这种抗定的糖一升和糖酵解的过程当中 糖酵解它是会产生饼酮酸和乳酸的增高 这种酸的增高会出现酸重骨 同时还产生大量的乙仙腐酶哀 乙仙腐酶哀又为我们的脂肪酸和胆固醇的合成提供了原料 所以往下走它还会导致我们整个的一个外周脂肪组织分解 使我们的脂肪酸水平增高 最终最终引起了肝油三脂肝油三脂肝固醇合成旺症 临床就会表现出来高脂血症肝的脂肪变性 所以这个孩子会出现这些的变化 那么在这里边我们还讲了这个疾病 它是一个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的疾病 它也是肝糖原处疾症当中最常见的类型 那咱来看个题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题 这个题目讲的是糖原累积病是何种病 糖原累积病它是先天性的糖代谢 酸的缺陷所造成的糖原代谢障碍性疾病 所以是B选项 你答对了吧 没问题 那么呢 这个孩子在新生而鸡就会出现严重的低血糖 低血糖 低血糖可以表现为粗汗 脸色苍白 甚至会出现抽搐昏迷 往往是在空腹和饥饿状态下出现的 血糖最低可以达到0.5毫模每升 我们低血糖不管什么年龄段低于2.2都叫做低血糖 它甚至可以达到0.5 那么它还会出现酸中毒 我们说这个酸中毒可能是和我们的一个糖一生的过程当中 丙酮酸和乳酸产生有关系 那么呢 还会出现呼吸困难 它还会出现肝大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糖一生 他的一个部长一生叫做糖原累积病 他的一个主要的症状 那么轻症呢 在经幼儿子及发病 它主要临床表现 首先会出现生长发育的落后 这个孩子有脉性的乳酸酸中毒 有长期的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的比例失常 所以反而会出现身材的明显矮小 骨灵的落后 骨质的疏松 但是比例正常 智力正常 会出现向心性的肥胖 会出现皮下脂肪的堆积 有的时候呢 还会出现脂肪瀉的情况 那么这个孩子最大的临床表现是肝大 那我们来看一下肝大 这个孩子他的腹部会因为肝的持续增大 而出现蓬荣的显著 那么这个孩子的肝脏叫做持续增大 大而且坚实 他会占据幼腹的大部分 我们处诊会发现表面光滑 没有触痛 没有黄胆或者是皮的增大 少数呢 可能会有肝功能的不全 部分孩子还会出现肾脏的肿大 肾脏肿大一般来讲不引起临床症状的 这款肿能有个影响 除此以外呢 还会出现饥饿性的低血糖 化而呢 会有低血糖和腹泻的发生 少数的幼婴在重症低血糖的时候 还会出现精确的表现 那么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低血糖的发作次数是可以减少的 那么部分血糖 孩子的血糖低到10毫克每分身 而没有临床症状 有人认为这个原因可能是和肥胖者的相同 它是利用了β腔丁酸 以及乙鲜乙酸的作用 来替代葡萄糖供应脑组织的需求 所以这种时候呢 它有的时候往往就没有临床症状 除此以外 它还会有肌肉的松弛 肌肉的松弛 所以考试如果考到这个疾病累积什么 第一个是肝 第二个就是肌肉会考这么样的一个点 大家看这个题就是这个点 像了汤圆累积症 主要受累的组织器官是谁 肝是必选的 其次是肌肉 没问题吧 那么这个孩子诊断 咱在给他进行诊断的时候 我们有几个标准性的诊断 第一个 这包一定会出现肝大 第二 它一定会出现低血糖 第三 它会出现生长缓慢 第四 它会有酸种毒 第五 低血糖 有的时候会有筋绝 第六个 这个孩子不傻 所以做题的时候 见到一个生长缓慢 肝大 低血糖 酸中毒 有筋绝 但是智力发育正常 不傻的孩子 我们首先考虑的就是 糖原 累疾病 糖原 累疾病 那么咱们给他进行检查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一下肝组织的糖原定量 做一做煤活性的测定 这两个都是可以的 咱在治疗的时候怎么办呢 给他使用了一个饮食治疗 叫做生玉米 添粉 因为我们就说了 咱要给这个孩子进行治疗 他的临床表现 主要的生理基础 就是在空腹低血糖的时候 移高血糖的分泌 导致了肝糖原的分解 导致了又磷酸 葡萄糖的累积 和由此而产生的过量的乳酸 肝油三脂 胆固醇 等等一系列的生化过程 所以归根到底在谁 低血糖 我怎么能让你的血糖 不至于降低的比较显著 如何能够维持血糖 就是阻断这种 异常生化水平的关键 来减轻临床的症状 用谁呢 生玉米淀粉 生玉米淀粉 绝对不能用热水煮 要用冷水冲 冷水冲 而且是口服务 每次每公斤体重两克 四到六个小时给一次 玉米淀粉 它是一种葡萄糖的多具体 口服以后是在糖道缓慢的消化 逐渐释放出来葡萄糖 它可以使血糖维持在正常的水平 而肝脏不再增大 身高增长就会出现加快 我们要强调的 跟家长讲的一定是 哪怕在冬天 也只能用冷水调服 绝对不能煮沸 也绝对不能用开水冲服 在加热的状态下 玉米淀粉的颗粒会出现分解状态 容易被淀粉没水解 就达不到维持血糖恒定的目的了 所以一定记得 生玉米淀粉饮食 那么在预后上我们说 预言长来讲 如果没有经过正确治疗的这个话 会因为低血糖和酸中毒发作频繁 有体格和智能发育的障碍 如果在伴有高尿酸血症的话 可能会出现痛风 那么有的时候呢 还会出现心血管疾病 一线疾病 有的还可能还会出现 进行用的肾小球的硬化病 这些呢 就是大概有印象就可以了 学习永远是为了做题 那么呢 我们拿个题来练一练 这里说到 幻儿男九岁 自由生长缓慢 多次发生静觉 哎 生长缓慢吗 肝大 而且出现空腹血糖值3.0 注射肾上腺素后 血糖升高甚微 肝活检发现 肝有大量的脂肪低 脂肪肝 肝大 生长缓慢 血糖异常 那么这时候 咱首先考虑的就是 糖原类积症 糖原类积症 那么我们出现 它有个葡萄糖磷酸美的缺陷 我们的治疗是什么呢 我们的治疗是 保持血糖的正常 预防病积极治疗 感染控制酸肿毒 请你答对了吗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长期治疗怎么办 长期治疗 咱要选的叫做 口服生玉米淀粉 没问题吧 所以同学们 糖原累积症 说我们这个当元 要比较 所以同学们 糖原累积症 是我们这个当元里面 考试频率相对比较高的一个考点 希望大家能够准确把握 它的考点 掌握细节 考试的时候 课底之声 糖原累积症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那么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年多糖病 年多糖病 它是由于每一缺陷造成的 酸性年多糖 不能完全降解的 容媒体累积病 同学们 容媒体累积病 是我们的考点 这个病可以分为六型 EH型 最常见 它是一个 常染色体 隐性遗传 在我们病因里面 我只要求你掌握这两点 容媒体累积病 常染色体 隐性遗传 来看这个题 年多糖叫什么 容媒体病 没问题吧 我们家考试有个实话 也相当简单 这个疾病啊 会出现骨骼的异常 这个孩子有比较明显的体格发育障碍 化而在一岁以后就会出现生长落后 身材矮小 关节 畸变 而且是进行性的畸变 会出现脊柱的厚凸 脊柱的前凸 会出现膝外翻 爪形手的多种改变 而且这个孩子 丑 头也大 脸也丑 前额和双拳突出 毛发多 发际低 眼裂小 眼距宽 鼻梁低平 鼻孔大 下颗小 唇也厚 所以猛的一看 有点像二一三体综合征 但这个还要和二一三体综合征 相比来讲 它最大的特点是 关节畸形 面貌丑陋 面貌丑陋 所以呢 我们一般来讲 在进行治疗的时候 包括我们进行各种分形 这个孩子的分形 往往是根据眉的缺陷 和临床表现 来进行分形的 咱在做题的时候 如果考到了这种年多长病 我们整体来讲 其实就四个点 第一 傻 第二 骨骼改变 第三 丑 第四 它有的时候会出现 甘痞的增大 甘痞的增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讲了多种心态 它发育不完全 但这一块呢 咱自己看一看就行 但整体来讲 它有骨骼的异常 除此以外 这个孩子刚刚讲了 傻 这个孩子呀 他会慢慢慢慢的就傻了 在一周岁以后 逐渐迟缓 有的时候还会出现眼睛的病变 会出现角膜的浑浊 这个孩子年多堂在我们各器官进行注击 可能会导致腹部的蓬龙 甘痞的增大 但是甘功能是增长的 所以年多堂在那做题的时候重点强调四点 第一 傻 第二 骨骼病变 第三 甘痞大 第四 丑 所以在进行诊断的时候 我们会根据化的临床表现来进行具体的诊断 那么骨骼改变 我们可能会做一个骨骼X线的检查 考试的最常考什么呢 会出现肋骨飘带状的改变 肋骨飘带状改变 原则上见到这种描述 基本上考的就是年多堂 那么年多堂在检查的时候 有个腮查实验 叫做甲本安兰成色法 这个是本病的一个腮查实验 但是要是确诊的话 我们都是根据煤活性的测定来进行确诊 煤活性测定 怎么算呢 我们可以采外周血的白细胞 血清或者培养肠纤维细胞 那么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病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治疗和育后 在治疗和育后上 我们说这个病原则上 对症处理居多 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我们进行骨髓移植 可以改善部分的临床症状 我们用一些没替代的治疗和基因治疗 也正在临床当中 期待着一些比较积极的作用 但是更好的疗效 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应用 那么我们来看几个小题 第一个章来看 年多糖的筛查 年多糖的筛查叫做甲本安兰呈色法 甲本安兰呈色法 你看这个题 甲本这个孩子 肝皮大 皮肤粗糙 骨骼发育不良 然后呢 还出现霉特异性的异常 年多糖病 年多糖病怎么办 骨髓移植 霉替代治疗 没问题吧 相信大家都做对了 那么年多糖病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接着呢来看一下本炳同尿症 本炳同尿症 它是一个常染色体 隐性遗传 是由于本炳胺酸代谢途径当中 没缺陷导致的 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 氨基酸的代谢病 在我们国家发病率相对来讲比较高 所以新疆人筛查的时候 其中一样 带的就是本炳同尿症 语言的来讲 北方高于南方 那么这个疾病呢 我们讲它整个的在过程当中 是由于本炳胺酸 氙化酶的缺陷 引起了一系列的异常 如果要是假装腺素的异常 就说是 如果我们的整个的过程当中 在病理生理里面 我们老说 这个疾病 它是由于本炳胺酸 氙化酶的缺陷 导致了一系列代谢的异常 如果黑色素代谢异常的话 会出现皮肤的白皙 毛发的发黄 肾上腺素出现问题 这个孩子可能就会出现 他的一个身材的矮小 那么如果要是说是 他的一个本炳酸铜 或者是本乳酸 本乙酸出现异常的话 他有的时候会出现尿液 体液带有属尿味 除此以外呢 他还会出现智力的低下 会出现癫痫样的异常 那么我们讲了正常的情况下 典型的往往是本炳胺酸 氙化酶的缺陷 如果是非典型的 我们只要看的是四氢生物叠磷 和二氢生物叠磷 是他的一个改变 那么咱来看个小题 本炳铜尿症 它是属于常染色体 显性 那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发病机制 对于我们人体来讲 本炳胺酸 是咱人体的必须 胺基酸之一 咱有九个必须胺基酸 叫做笨蛋来宿舍 晾一晾斜 其中的笨就是本炳胺酸 是咱的必须胺基酸 正常孩子的每天需要量 大概是200到500 三分之一 共给机体合成主子蛋白 三分之二 它要通过干系包装的 本炳胺酸 腔化酶 转化为酪胺酸 进而合成什么呢 甲状腺素 多巴胺 肾上腺素 黑色素 所以当这些出现异常的时候 孩子就会出现皮肤白皙 毛发变黄 会出现生长发育的齿缓 会出现智力的低下 当本乳酸和本乙酸 出现异常的时候 它的体液和尿液 就会带有一种特殊的 鼠尿臭味 鼠尿臭味 但是在我们体内 本炳胺酸腔化的过程当中 除了本炳胺酸腔化 酶以外 还有辅酶 比如说四氢生物叠零 二氢生物叠零 有这些东西的参与 而我们这里边 任何一种东西出现突变 都会导致相关的酶活力的缺陷 导致本炳胺酸代谢发生紊乱 那么咱要根据酶代谢的不同 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典型的就是肝细胞 缺乏了本炳胺酸腔化酶 缺乏本炳胺酸腔化酶过以后 它会导致我们高浓度的本炳胺酸 在它旁路代谢 高浓度的本炳胺酸 以及旁路代谢产物 影响脑细胞 导致脑细胞的损伤 所以会出现傻 而且了 绿胺酸来源减少 会导致甲状腺酸腺酸腺酸 黑色素合成不足 这是典型的 典型实际上就一件事 叫本炳胺酸腔化酶缺乏 有的时候呢 还会考一些非典型的 非典型的 就是四氢生物叠零 和二氢生物叠零 我们就说了 这两种叠零缺乏的时候 它不仅本炳胺酸 不能氧化成绿胺酸 而且一些重要的 神经地质的合成 也会受数 它会加重神经的损伤 所以会让临床症状更重 治疗就会更不容易 我们有句最简单的话 叫做典型看名字 本炳同尿症 选本炳胺酸腔化酶 非典型找叠零 别管是哪一个 其实后面不都是叠零 再来看一个小题 本炳同尿症属于什么 它属于的是 常染色体 隐性遗传 没问题吧 那么你看 典型选名字 非典型早叠零 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 往往是正常的 在三到六个月的时候 出现症状 一岁的时候 症状比较明显 它是以智能发育落后为主 有的孩子还会出现 癫痫一样的发作 会出现 表情呆滞 行为异常 少数还会有 激张力增高和 见反射的抗筋 如果要是说的 四倾生物 跌零缺乏 神经系统症状出现的早 而且出现的重 所以治疗上 会出现更加的困难 那么我们讲 四倾生物 当四倾生物跌零出现的话 它的症状 早重 不经治疗 幼儿期就会死亡 这个孩子呢 会出现毛发色折的正常 出生的时候正常 但是数月以后 由于黑色素 合成不足 毛发 皮肤 拱膜 颜色都会变浅 考试会怎么描述呢 会告诉你 头发发黄 皮肤发白 那么尿液当中 有本乙酸排出 所以尿和汗液 会有除尿臭味 我们在讲本米同尿 认识期呢 会给大家三个字 叫做低白鼠 什么意思啊 自立低下 皮肤发白 有鼠尿味 考试呢 这一题考试一下 症状出现的时间 这个时间的出生后 三到六个月 没问题吧 得理 这个疾病 可知 是少数可以治疗的 遗传代谢性疾病之一 但是 要早知 早期诊断和治疗 可以避免神经系统的 不可逆损伤 但是啊 典型症状出现以后 诊断不困难 但是预防脑损伤的机会 就已经失去了 所以咱一定要在什么时候诊断 症状前诊断 症状前诊断 就不能看症状了 要干什么 实验室检查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新生儿塞它 这个叫做枯草杆菌生长 益智实验 啥意思呢 我们有的时候会培养的时候 在上面加上枯草杆菌 枯草杆菌里面加上益智剂 那正常时候 这个枯草杆菌是长不出来的 但是本柄氨氨酸是可以解除抑制剂对于枯草杆菌的抑制作用 也就是说你只要低上本柄氨酸 即使你加了抑制剂 这个菌要乌乌的长 那哪个孩子体内会有这个菌呢 本柄氨酸的花儿呀 对吧 本柄铜尿症的话 这个孩子体内 他的血液里面本柄氨酸浓度比较高 你把他的血滴到这个绿子上 防到含有抑制剂的枯草杆菌培养基上进行培养 那这个时候 只要他的本柄氨酸浓度高 这个细菌就能够长得出来 我们根据细菌生长圈的大小 来半定量的估计 血里面本柄氨酸的含量 为啥呀 新生儿尿里面的浓度比较低 尿里面的本柄氨酸要到出生后四周才能查出来 所以早期呀 只能是查血 叫做新菌 新生儿 它枯草杆菌 长大了以后可以做什么呢 做两个 一个叫三绿化铁实验 一个叫二四二销基本颈实验 如果要是说尿里面本柄氨酸随着代谢浓度增多 把它放到三绿化铁的溶液里面 那这时候溶液就变成绿色 如果把它加到了二销基本颈的溶液里面 就会出现黄色的沉淀 也就是说通过变色 我们来判断 哦 有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咱要说确诊也好 要水仿也好 要判断疗效也好 都要有一个具体的量的数字来帮助我们判断 有没有好转呢 那这个时候 尿就不能够提供这样的特色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做血液的分析可以做血浆的氨基酸分析 也可以做血浆的有基酸分析 也可以做尿液的有基酸分析 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做的 除此以外呢 如果我们想鉴别个性的本领同尿症的话 我们查的是叠里面 咱们经常讲吗 典型找名字 非典型找叠里面 那么除此以外呢 还可以做一些美学的检查 但是我们说了这个PiH仅仅存在在干细胞里面 你如果通过血清或外周血细胞测定的话 效果往往不好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活性一般不用于PKU的临床诊断 但有个印象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在治理表和育后上强调哪些呢 我们在治疗育后上强调 治疗的关键是减少本领胺酸的摄入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形象的说 这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孩子 那么咱要在症状出现之前就给予他治疗 我们既要保证本领胺酸的摄入 能够满足生长和代谢的需要 这是一个必须的计算 又要避免血中的含量过多 所以呢 在婴儿期我们使用的叫做特制的 第一本饼胺酸奶粉 第一本饼胺酸的米和面 第一本饼胺酸的食物 这些呢 我们有的时候各大保健机构都有售 在我们安徽的时候呢 可以去我们指定的保健机构购买 国家可以承担一定的费用 也就是说 国家强大了 实力会浓 对吧 实力会凝 应该说 国家强大了以后 每个老百姓的生活都可以随着而得到改善和保证 我们最终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我们要保持血里面的本饼胺酸浓度 在每分升 两到十毫克 如果考升的话 是0.12到0.6毫模每升 保持在这个适宜的范围之内 那么在治疗过程当中呢 还要注意生长发育的情况 定期监测本饼胺酸水平 查血哟 来调整饮食 这个饮食呢 可能还会出现一些不良反应 可能会出现低血糖 低细胞性的一个低蛋白血症 还会出现大细胞性的贫血 还会出现腹泻的症状 但是饮食控制 至少得控制到青春期的前后 如果到过了青春期是个女性的患者 她在怀孕的前后和孕期要恢复饮食的控制 所以我们重点强调就是说 要在六个月前开始治疗 如果要是在六个月以后再治疗的话 三到六个月 孩子就会出现临床症状 所以要在症状出现前给予治疗 只要她不出现傻 治疗发育就能接近正常 但是出生以后六个月出现症状了 再治疗的话 就会出现治疗的落后 来咱看个题 这个孩子 傻 鼠尿味 黄 尿三氯化铁 阳性 闭着眼血 本病 通尿症 没问题吧 所以本病通尿症在做题的时候并不难 我们现在就叫低白数 在哪个综合题再练一练 你看 智能落后 啥 头发黄 皮肤白 鼠尿味 首先考虑的就是本病通尿症 本病通尿症怎么办呢 咱要做的是尿三氯化铁实验 大孩子啦 主要的饮食是低本病 氨酸饮食 所以我们讲本病通尿症考的多 但是考的并不难 希望大家能够依靠 必胜 好 那我们本病通尿症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接着往后看 割蟹病 割蟹病 割蟹病呢 又叫做葡萄糖脑肝止沉积症 它是一个溶媒体的处疾病当中最常见的一种 它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是我们的考点 它是由于β葡萄糖脑肝止沉缺陷而导致的这个煤也是我们的考点 葡萄糖脑肝止沉是一种可溶性的糖质类物质 在我们体内是广泛存在的 正常情况下 它往往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来源于衰老死亡的组织细胞 在正常情况下来源于衰老死亡的组织细胞 那么我们就说了来源于衰老组织细胞的葡萄糖肝止 葡萄糖肝止 葡萄糖肝止沉是一种可溶性的质类物质 在体内广泛存在 正常情况下 它来源于衰老死亡的组织细胞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可能会被单核巨氏细胞吞噬 吞噬以后 在溶酶体内经过葡萄糖脑肝止沉作用水解 就会生为半数糖脑肝止 或者生成葡萄糖和N仙剂巧胺醇 那么如果说 β葡萄糖脑胺止沉缺陷的时候 那么 单核巨氏细胞里面 单核巨氏细胞里面的葡萄糖脑肝止 就不能够被正常的分解 正常情况下 这个东西来源于哪呢 来源于衰老或死的组织细胞 那么它会被哪个东西吞噬 被单核巨氏细胞吞噬 吞噬完以后 经过葡萄糖脑肝止没作用 会水解 水解成半数糖脑肝止 或者是葡萄糖和N仙剂消胺醇 这个东西不需要你理解 有记住它们往后一步一步的分解 但是如果要是体内 β葡萄糖脑肝止没缺陷的话 那么单核巨氏细胞里面的葡萄糖脑肝止 就不能够被正常的分解了 那这个时候 葡萄糖脑肝止就在单核巨氏系统 各大器官当中大量的沉积 引起组织细胞大量的增殖 那就会出现一系列的临床疾病的表现 它就会出现生长发育的落后 出现肝脾的增大 来我们首先看一个题 隔血病叫什么 常染这题隐性遗传 所以我们讲做题的时候 这个点可能是我们反反复复处出现的考点 要求大家复习的时候 一定要能够谨慎的对待 那么在临床上 你没缺乏的程度不同 正度症状就有比较大的差异 我们可以表现为 刚才就说了 生长发育落后肝脾大 那在肝脾大里面水更明显的脾大更明显 有的时候还会出现肝功能的正常 肝功能的异常 有的时候呢 还会出现肝功能的异常 脾功能的抗筋 骨和关节受累 出现病理性的骨折 那么在这里边 有的时候呢 还会出现中枢神经系统的症状 包括意识的障碍 语言的障碍 颈向的强制 四肢强制 吞咽困难 抽搐发作 等等类型 那么在临床表现里面 咱可以把它分为三型 我们首先来看一型 一型就叫慢性型 又叫非神经型鸽血病 也是最常见的 往往学龄前的儿童发病比较多 起病比较慢 病程比较长 孩子因为什么来就诊呢 第一是肝脾大 第二是贫血 他随着病情的进展 还会出现皮肤的症状 眼睛的症状 骨关节的症状 但是没有神经系统受累的情况 一般来讲 这个患者 他的煤活力会降低 至相当于成人的12%到45% 煤活力越低 发病就会越早 那么咱说了 他会出现骨关节的症状 我们拿X线看 就会出现骨质的疏松 局限性的骨破坏 会出现骨骨远端的膨大 你猛的一看 就像烧瓶一样 底下增大 上在下宽 不就像烧瓶一样吗 那么有些呢 还会合并骨骨颈的骨折 或者是脊柱的压缩性的骨折 这是骨关节的症状 眼部症状呢 也很突出 他会出现眼球运动的失调 斜视 会出现水平注视的困难 那么特征性的 是球结膜对称性的 中黄色血型斑块 中黄色 血型斑块 这个斑块一般来讲 先见于笔侧 后见于涅侧 这是笔侧 这是涅侧 那么二型呢 又叫做神经型骨血病 它就会出现神经系统的异常 会出现意识障碍 语言障碍 颈向强直 脚弓反张 四肢强直 以及我们的一些全身的精觉发作 这个是它的特点 所以我们讲了两型特点是不一样的 一型没有神经症状 皮肤骨关节损害比较多 皮肤眼睛骨关节损害比较多 二型神经系统症状更加明显 神经系统症状明显脑有问题 那么脑电图就会出现异常 三型呢 又叫做亚急性型 一般来讲 它是出现进行性的干皮大 贫血是最常见的 有个印象就可以了 那么咱在诊断的时候呢 我们要根据干皮大和中枢神经系统的症状 来进行辨别 那么我们最经典的 在辨别上 是在骨髓图片上 骨髓图片 它会有两个点经常出现在题目里面 一个呢 它会形容叫什么 叫做洋葱皮样条纹结构 是在哪里啊 就是说 我们进行骨髓图片的时候 可以在片尾找到体积又大 直径呢 能达到20到80个微米 有丰富的包浆 里面充满胶织层网状 或洋葱皮样条纹结构 洋葱皮样条纹结构 在考题里面出现的频率比较高 还有一个提频率比较高 叫什么呢 叫天心核 所以我们讲在做题的时候 见到生长落后 见到肝皮大 见到洋葱样的条纹结构 见到天心核 我们基本就要来考虑 这是一个割蟹病 割蟹病 那么呢 有的时候还能看到我们的割蟹细胞 这样的印象在 除此以外呢 可以进行美学的检查 皮肤纤维母细胞的检查 那么这几点呢 我们要强调一点 你想确诊做的是基因的诊断 确诊是基因的诊断 那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 我们讲了诊断隔细病诊断确诊的方法是什么呢 确诊选基因 刚刚说过了 没问题吧 诊断科学病选的是基因的方法 A选项 那么呢 我们讲他有些鉴别诊断 鉴别诊断呢 原则上考的比较少 咱自己看一看就行了 那么在治疗和育后上 我们强调几个点 说什么 这个病一般来讲 往往给予的是对症治疗 包括支持营养 输血 输红细胞 但是你要说无治疗 那是不对的 我们呢 也可以使用皮切除 如果一些孩子有聚皮 又有皮功能抗净的话 咱可以使用皮切除 但是年龄 得在四五岁以上 为了预防皮破裂 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 改善出血感染 我们有的时候会对一型 和部分的三型患者 进行皮切输数 除此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使用煤的替代治疗 在煤的替代治疗里面 我们考的最多的 就是阿糖肝霉注射治疗 阿糖肝霉注射治疗 除此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使用基因的治疗 但在这里面的考核 霉的治疗里面 我们会有些小题 涉及到它 那咱看个题 这个孩子 五岁 三岁的时候出现肝皮肿大 出现了骨质破坏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考虑的是一个 你看肝皮大 又有骨质破坏的 一般来说 我们选择的就是 割蟹病 割蟹病 那么遗传方法叫做 常染色体 隐性遗传 那么早期慢性骨头变化 最特征的 是骨骨 呈现了三角 稍平样的 改变 没问题吧 这些点 我们也都已经说过了 好了同学们 那么割蟹病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呢 接着来看一下 肝痘状和变性 肝痘状和变性 也是遗传和代谢性疾病 最后的一个疾病 那么这个病 是一个常染色体 隐性遗传的 铜代谢缺陷病 它的基本代谢缺陷 是肝脏不能正常的合成 铜蓝蛋白 以及是胆子中排出的 铜量减少 它在角膜中 会形成一个特殊的环 叫KF环 所以做题的时候 见到同的异常 见到KF环 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 肝 痘 状 和变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临床表现 这个疾病 它以不同程度的 肝细胞损害 脑推行性病变 以及角膜的KF环 作为临床的特征 一般来说 神经系统呢 会在10岁以后出现 临床系统变化 多种多样 早期容易漏诊 误诊 那么我们讲呢 它根据临床表现 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叫做 无症状阶段 无症状阶段 这个阶段 它主要是 铜的触记 作为主要的模式 所以在这个期间里面 除了尿酮增高以外 那都正常 好的 那么到了 肝损害的阶段 往往就是6到8岁以后 肝脏逐渐损害 孩子呢 就会出现食欲 不振 疲乏 呕吐 亡胆 有的还会并发 病毒性的肝炎 手术甚至可以迅速恶化 达到肝衰竭的症状 一般来讲 有的孩子还会发生 以及过性的溶血性贫血 在这个期间 尿酮会出现 明显 增高 那么血清 铜蓝蛋白的含量 会比较低 但是这个时候 也肝损害为主 所以肝外损害的 KF环的表现 并不突出 那么12岁以后 就会出现 其他器官功能受损的症状 这一时期 尿酮更光 更高 尿酮更高 血清铜蓝蛋白水平 会出现显著的低下 会出现其他症状 首先就出现 神经系统正常 首先系统的异常 首先就会出现 神经系统的异常 它会出现 早期的购义困难 会出现动作笨呢 表情呆板呢 吞咽困难呢 激张力改变的情况 有时候还会出现 智能的障碍 那么在肾上 也会出现变化 最特等性 就是角膜的KF环 在角膜周圆的 上方下方 沉积为主 逐渐蔓延成一个 环状 这种中方的环状 有的时候呢 还会出现 背部或关节的疼痛 但在做题的时候 有的时候 见到一个孩子 语言不清 书写困难 面部呆板 再有正称呢 有肝大 再有一个 标志性的KF环 那基本就是一个 肝 痘状和变性的环 实验室检查里面 我们重点强调的是 血清的铜蓝蛋白 血清铜蓝蛋白降低 低于200 铜蓝蛋白降低 低于200 尿痛排量会增高 诊断 还是在基因上 那么大家看看 特题 这里说了 肝痘状和变性 临床特征是什么 叫做肝细胞损害 脑退行性变化 脚膜 KF环 相信大家都能做对 那么 简端和鉴别诊断上 我们就说了 根据特征表现 尤其的KF环 尿痛的增高 我们来做出诊断 那么我们来看个题 这里说了 肝痘状和变性 诊断依据是什么 诊断依据既有它的 变性的临床表现 又有变性的实验室的变化 所以是A选项 那么在治疗上呢 我们的原则是减少铜的摄入 增加铜的排出 所以咱要给它一些低铜饮食 食物中含铜量 不能超过一毫克 哪些食物含铜 我给你家长讲 不能吃动物的内脏 不能吃鱼虾海鲜 不能吃坚果 这些都是含铜比较高的食物 那么在这里有个特殊的药 叫做铜锣合剂 也是治疗肝状痘状和变性 也是治疗肝状和变性的一个主要用药 它的名字叫做青梅胺 青梅胺是可以和铁定的铜离子结合 来促进铜排出的 但是这个药呢也会有一定的副作用 可能会出现腰疹 可能会出现血小板减少的情况 那么除此以外呢 我们可以使用心剂 心可以促进肠棉膜细胞分泌 金属流因 然后呢相对来讲 来减少铜的吸收 它这个时候金属流因 是可以和铜离子结合 减少铜吸收的 那么除此以外呢 可以使用对症治疗 还可以使用肝移植 这个病可以治 越早治越好 但是如果治得晚的话 可能会出现肝衰竭 就会导致死亡 那么我们来看个题 题目里说 这是一个十岁的孩子 肝大 肢体正颤 见到了特殊的 角膜的黄色环 那么咱根据肝大 正颤 角膜的KF环 我们可以判断这个孩子出现的叫做 肝 痘状 和变境 没问题吧 那么出现这个黄色环 它是什么呀 是 是什么 它应该出现的叫做 神经系统损害的阶段 神经系统损害阶段 其实又叫做什么呀 又叫做肝外组织损害阶段 到这里 这个疾病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那么呢 我们这一章节 也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这一章节